我们看到创新让传统金句找到了新的出路 而接下来的专题要继续为您报道 台湾学生的创意无限 不管是在产品设计还是数位媒体方面 都展现了高度的潜力 也吸引了国际大公司的注意 一张张便利贴拼出最后期限的字样 也是上班族跟时间赛跑的生活写照 这一段由台北艺术大学研究生刘邦耀拍摄的短片 连续获得国外奖项的肯定 也在YouTube网站吸引了全球260万人次点阅 各种颜色的便利贴一下子变成铁锤当头棒鹤 没多久又化身为电动玩具 然后再跑出一只吓人的恐龙 小小的便利贴有千百种变化 把上班族面对工作压力的无奈与逃避心态 传神地呈现出来 刘邦耀是教育部送到海外 参与艺术跟设计精英培训计划的学生之一 到美国一年的时间 他突破了原本对动画的想象 我当我到美国之后 有点自己把自己归零重新学这个东西 然后他们要我们做动画 一部局限一定要3D 然后你可以做任何形式的 比如说手绘2D减脂的 或是沙东画 欧东画 你都可以去尝试 还有学生设计出实用的产品 马上就有大公司找上门 像是这一款由成功大学学生陈韵成设计 可以再生第二层鞋底的球鞋 就获得Nike公司的青睐 可能应用在未来的产品当中 另外这个精致的红包带 底部隆起的圆润造型 看起来就非常讨喜 假设有个新人结婚 他是我朋友 然后就送他这个红包 那我不用在后面写什么祝福语 就很明显的这个红包就已经把我想要讲的话 跟他说了 就是祝他早生归 加一点巧思 红包带就不只是红包带 既然收到这个礼物他其实可以把一些轻薄的红包夹在这个红包夹里面 然后放在他家做展示 手推车也是很有发展潜力的商品 这个小巧又有设计感的推车 能够拖运15公斤的重物 却特意选择轻盈的蝴蝶造型 颇有矛盾的趣味 当然方便收存更是手推车必须要注意的设计重点 那当你运到一个就是你的目的地之后呢 卸下这个箱子之后 你可以直接很快速的把你的手拉车缩起来 然后放到包包里面 每一件作品都有作者自己的想法 而想法的激发也需要触媒 他们老师其实不会告诉学生说 你该怎么做或者是 这个答案就是该怎么样 他会让学生说 我觉得你要各个方向都去试试看 最后你再找出一个答案出来 那你要可以诠释出来说 为什么你这么做 国际学府的启发 点亮了台湾学生的创意 今天这一份成绩单不是结果 而是起点 记者黄明明 马台鑫 王威雄 台北报道